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制的机器人名叫第六代探索者号 它全身由碳纤维骨架构成 内包绿色高科技机芯 外批碳纤维外衣 八只轮子让它在桥梁钢索上来去自如 四个高线摄像头可以捕捉拉索外部情况 我身边的这位是27岁的国重实验室工程师李莉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可以操作机器人可以操作机器人 给我们演示看看吗 没问题啊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这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类有损伤的钢索 机器人黑蜘蛛可以通过正教脉冲电磁参伤技术 精准锁定损伤的部位 偷偷告诉你哦 黑蜘蛛机器人已经是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制的第六代拉索智能检测机器人了 炀造的幽研究院有问题 炀造的幽研究院有限公司